我们现在是谈到这个在家备的终底篇 就是说坚摩助理谈到 他引动这个善见念说 我们受伤归五戒他有几个条件 如果这几个条件呢没有具足呢 我们就是做法不成 第一个他必须要有师长来传受伤归五戒 如果没有师长呢 第二个要言音详细 就是说出家众一句 然后呢 弟子呢讲一句 第三个呢就是说 假设呢师父讲一句 然后弟子没有出声 或者是他说归一佛 那你只有练归一 然后少了句 就是少了字 或者是说我们弟子某某某 你自己不称自己是某某某 或者是没有练出名字 这些呢或者是呢 有一些归一文 没有练 或者是句子呢不完整 那这些做法呢都没有办法完整 就是会做法不成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那个在家被揽中体篇的第五项做法 这边 然后这里引用结膜注云里面写的三件论里面 手说的就是说 我们要受山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仪轨下来 那其中一个仪轨就是做法 那三件论员里面就说到就是要师 要有师父传授 然后呢师父说一句你就跟着说一句 言音相睡一定要跟着师父的那个语音来接受 然后呢若言不出就是说 比如说归一佛你只有写 你只有说归一没有说佛不行 你只有说佛也不行 师父说归一法你也没有说 那你你说只说归一 只要一字一句就是要跟就是阿舍离 或者是师父这里呢是相同的 然后呢这些呢如果呢也不撑你 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当下的戒体就没有办法去纳受到了 所以呢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要顺着引导师师父所受的语言 一字一句都要相连 阿弥陀佛 好来下一个 阿弥陀佛 这边已经讲到第五项做法 那之前这边就有想到翻写三规有分六项嘛 这是归义显向公义忏悔做法了解 那我们已经进入第五项的做法了 那做法里面这边结书注云 结磨书 这边里面有讲注解 那在在善见论里面有说到说 在受戒的时候 比如说三规五戒或者是八戒的时候 必须要由师长来传授 那言音相顺 你就说师长念一句 那弟子要皈依的人也要跟着念一句 这样才能够顺嘛 才能相顺这样子 那这边讲到若言不出或不具足 不称名不解故不成 就是说师长在讲一句 要我们跟着念一句的时候 我们没有念得很完整 一字 比如说一个字没有说 那就就没有不完整了 言不出 或者说都没有都不讲 都没有说 没有跟着师长念一句 那这边讲不具足就不具足了 就没有具足 那不称名 比如说受戒的时候 师长会说要称自己的名字 法名 还是就说那我们都没有称出称呼 就是没有讲出自己的法名名字 那这样子就顾不成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受戒的一个仪鬼 这样子 阿弥陀佛 然后来下一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建模柱里面就讲到善见论有说 他说在受三规五戒的时候必须要由师长传授 那师长传授他就说有初战五众 那初战五众分别是要首先要先由比丘 然后再来是如果比丘没有才会移序从比丘你啊 然后是插摩纳然后沙咪再沙咪你这样子去移序做一个就是传授 然后还有讲到说那当师长就是在面前受三规五戒的时候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要言音相顺 那也就是说我们当师长讲一句说我某夹 那下一句就会讲 或者说我某某然后进行受戒异佛 然后就是这样当师长讲的时候就要跟着讲一句这样子 那如果讲到过程中有 就是没有一个是没有讲讲 就是没有跟着师长说或是那个不具足 就是说你可能漏掉其中一个字句 或是没有称呼自己的这个名字 或是没有再讲得很清楚 乃至说不理解的话那这个三规一是都是不能够成立的这样子 好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弓陀佛 好来阿弥陀佛